好 大家好 回到第二節 喂 都很多鄧麗君迷 是啊 馬上回來 那首歌真是很棒 播放更多 就是在軍中唱這首《長盛耀》 有些東西永遠是軍中情人 自從中國懷念鄧麗君 這首歌都很好聽的 《長盛耀》 都改了少許歌詞 本來那首歌原寫就是《四萬萬同胞》 因為他唱的時候 中國可能是十億 十億 十萬萬同胞 所以都很有意思 其實鄧麗君他父親都是我們的國軍 所以他對軍中有一份特別的感情 他也去過《金門訪問》 都追了空軍軍服 跟兵哥一起唱歌 有機會我再播一下他的歌 原來大家都不喜歡的話 鄧麗君的歌 或者以後我都會找多些有關於抗戰的歌曲 其實看了很多歌曲 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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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分享一下抗戰當時的歌曲 大家聽一下 懷免當時我們中國的國軍 那種艱苦的生涯 好 我們繼續講武漢的保衛戰 是的 有個網友 Kam Me U 如果讀錯的話 你告訴我 他說 日軍逆長江而上 去到湖北 要玩三國志 打完健康 就打九江 沒錯 這個對的 再去打荊州 不過他跟三國演義不同 戰艦不同了 是的 而且日本人希望 藉著這個機會 殲滅中國軍隊 因為武漢 裡面有很多中國的主力部隊 所以希望藉著這件事 殲滅中國的主力部隊 最後可惜失敗了 中國 將這些部隊 撤離開武漢 有秩序地撤離開 其實這次武漢保衛戰 日本 可能三軍都出動 海軍 就統一圓長江上 真的 有海軍去打 又有空軍 又隨著跟南京 其實是空軍開始先 空軍開始先 一開始就是空襲 就是武漢這個地方先 輪番軍炸 就是這樣炸 而當時來說 又說多一點 漢口當時 就是很多租界 所以當時來說 中國為了爭取國際的同情 於是 在撤退的時候 曾經發了一個聲明 漢口地方 中國就不派軍隊駐守 所以日本人就不要進攻了 並且在漢口地方 中國政府就跟當時 各國駐漢口的代表 組成了一個委員會 去設立很多所謂難民區 所以難民區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留在武漢地方不走的中國人 就在難民區那裡 就去逃避這個戰火 撤入難民區的時候 就希望各國的政府都尊重 包括日本人 就不要轟炸這個難民區 他們出動 一開始出動 三十六架這個重型轟炸機 十二架這個驅逐機 就是染湖 總之就 日炸夜炸 但是 中國的空軍雖然是差 我們也跟他決了死戰 都有打過一下 也不是打過一下 真的跟他打過 也很厲害 我們就出動了六十七架戰機 六十七架戰機 就是在空中跟他格鬥 五千米的高空中 跟他動了一個 結果就擊落了二十一架日本機 我們就損失了十二架 有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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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來到這裡 我其實都要講一講 一位空軍 都值得紀念 現在應該 在武漢都有一條叫淮民路 這個淮民路是紀念誰呢 紀念什麼叫陳淮民的空軍 當時他是在空中中中彈 就是飛機中彈 他中彈而已 但是他是有機會跳傘逃生的 但是他不 他撞一架 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 不是那些 活到一把年多的 二十二歲的年輕人 他最後是採取 衝到敵機那裡 是與機大家一起同忙 好了 這裡還未夠慘烈 慘烈就是他有個女朋友 那女朋友呢 就穿著這位陳淮民的 這個烈士的一件旗袍 就跳長江自盡 所以到後來 我們為了紀念 陳淮民先生 這位烈士 在漢口 就有一個叫做淮民路 當時發生了很多可可 我們都懷命了 這些為了中國 這麼犧牲 這麼偉大 也都被日本人看到 中國中 不屈不留的精神 三月亡華 打了這麼久 都打不到 他都知道中國人是不可欺的 打到這裏 其實抗戰打到 其實都是年紀而已 打到三百年 三百年 三七年 七月七就開始了 其實都是年紀 其實嚴格說 以武漢為中心 就向北 向南 全部都是日本 基本上 當時中國版圖 就不見了 我們如果 包括西藏 當然 不見了很少 但實際 中國最富屬的地方 是全部都不見了 中原地帶 中原地帶 江南都不見了 江南經濟 軍事 在日本佔領之後 他發覺一件事 原來重大煲 原來國軍是有秩序 整齊撤退 接著 數一下百姓 說又跟著走了 接著數一下工業 又沒有了 去到廠房 空的 什麼都是空的 於是日本有個大劑 他佔領都空土地 而 結果是 他發覺到 有一件事 中國究竟 還會跟你打多久 當時日本來講 日本也開過預前會議 去一個檢討 武漢佔領 希望一個大殲滅戰 結果又簽不到 廣州又霸了 整個中國封鎖 完善封鎖 剩下來了 你厲害的 中國 你沒有攀過西班 去馬拉山去印度 剛才麥兄 跟他打斷一點 所謂預前會議 原來他們開過預前會議 說我們這次打武漢一定成功 勢神劈怨 剛才我們提到 一開始我們提到 空軍 打算炸武漢的時候 原來 他們 原來 他們自己的軍部開會 原來 日本 天皇 生日 叫做什麼 長什麼日 有一個名詞 代表日本天皇生日 他們想 在那裡 一舉殲滅中國的空軍 來賀秀 結果就出事了 有位網友問 蘇聯盧 是不是有出到 飛虎隊 飛虎隊 蘇聯盧 蘇聯盧給錢 飛虎隊 是美國的 是美國的 當時蘇聯是那個時候 是出了一些志願軍 應該一百個蘇聯的志願軍 是幫中國 也是當時打這場仗的 簡單說 應該當時 中國本身有些 德籍的軍事顧問 那些顧問是 顧問是 因為當德國和日本 簽了一個防共協議 聯盟之後 就撤走了 三個年頭撤走了 撤走了之後 蘇聯為了 中國就牽制日本 所以就派軍事顧問 那一百個 基本上就受到軍事顧問 如果看到這裏 可以見到 武漢保衛戰 令到日本 有一個 戰術上面的調整 因為 武漢 在10月26號開始 就是漢口 武漢 和漢洋 先後 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上之後 其實 當時來說 對國民政府來說 是一個 不大不小的衝擊 尤其是當時 在國民黨裡面 國民政府裡面 主和的人 就越來越多了 因為他們覺得 連武漢也沒有壞了 跟著會不會像長江打到重慶 沒錯 不如和吧 所以當時來說 擔任國民黨副總裁 的汪精衛 就在11月 就派他的 部下 梅思萍 就來到香港 就跟當時 來到香港 再轉去上海 就跟當時 在上海的 日本的 軍人 談判的 那在哪裡 談判呢 就是當時 在一個叫六三花園 後來就 改了名叫做 松光塘 這個地方 就去談判 就跟 當時 日本的參謀部 的 中國科 科長 談條件 如何 如何 可以結束這場戰爭 所謂結束這場戰爭 就是 如何 日本人 利用這個方面 去引誘汪精衛 你們就跟我說和 又是這個人 又是這個人 剛才所說到 日本武漢打贏之後 對法國究竟這場戰爭 什麼時候可以結束 他想要結束 唯一的辦法 就是前卿過後的 日本有期望 建立快樂政權 建立快樂政權 跟他講和 然後就 沿終於武漢中線 去佔領中國 本壁江山 這個是日本的 預算盤 所以他們 起碼引誘 查一下 有什麼中國人 又是 最糟糕的 最糟糕 有些名望 找到你這個汪精衛 跟日本人有些關係 又熟了 查來左查就查去 這個最大的汪精衛 第二把手 蔣介石不跟他談 打死不跟他談 毛澤東又不成氣候 那怎麼辦 當時來說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一直都說 就是曾經 日本人 透過駐德國的大使 陶德曼 應該這麼說 德國駐華大使 陶德曼 就交了一份和平 就是所謂的和平協議書 給蔣介石 想叫他講和 但是中間有一個很辣的條件 亦都不能夠接受的條件 是什麼呢 就是要中國當時的國民政府 是承認毅滿州國 並且要中國賠款 這個其實就是 有此理的 又回大清 又回大清 要回大清就不用跟他打了 但是 蔣中正有一個名字 就是固執的 他老婆都說是奇家遇石 堅固執的 堅固執 那他們說了他們打 就打到尾 這個人 對打死都不同 而且你一開始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 很多忍讓 是不是 你忍到最後的時候 他唯有就是 廬山選戰 開始每個人都叫你打日本人 他就不打 他就不打 先養好兵力 好了 你真的養好兵力 跟日本人砌過 那些左左右右的那些傢伙 就在身邊 嘔嘔嘔 喂 不要打了 不夠打 就是每個朝代滅亡之前那些 那些怕死的官 就是以和 希望跟他們都以和 那這裡 所以日本人 看到 跟蔣介石 沒得談了 沒得談了 於是 在三八年底開始 就有一個改變 就是希望 拉攏 在國民政府裡面 有名望 還有 抗戰決心不夠強的 汪精偉 就去成立一個 中央政府 一個新的中央政府 那當時來講 在汪精偉旁 究竟汪精偉是怎麼想的呢 這個真是奇怪 汪精偉 嚴格說 他不是一個失意政客 他跟孫聰先生那麼久 越跟越大 最初幫孫聰先生 倒茶遞水 倒倒一下 現在做到國民黨 副總裁 大概不夠最大 對 對 最大問題 讓蔣介石騎著 問題是 因為當年 他已經做到 大元帥 孫聰先生 過世後 他曾經做過 代理 蔣介石 只不過是黃寶君 校長仔 校長仔 即是 突然站在我頭上 所以這些是心理不平衡 而且 根據 有些人研究 汪精偉 其實受他老婆 影響得很大的 他老婆是陳碧君 當時來講 究竟 汪精偉怎麼想法呢 其實 他都十五十六 但是他旁邊的那幫人 包括是誰 周佛海 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周佛海 如果我們看看 周佛海 這個人 他既是 之前是一個革命者 後來 又主張是投入 後來 在抗戰的末期 他又跟 當時的大粒 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所以 周佛海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所以在這個階段上 因為 也回不了頭 他跟蔣介石的關係 越來越 疏遠 因為 當時 本身 又分開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就是蔣介石 有國民政府的主席 有一個林芯 找林芯做國民主席 都不找我汪精偉 不給面 這麼不給面 林芯最後都過世了 很快就死了 死了都不去 當然 因為有仇怨 有什麼仇怨呢 其實 蔣介石和汪精偉的仇怨之一 就是因為 汪精偉當年 曾經 支持過共產黨 就和蔣介石 搞個東西分裂 林漢分裂 然後 汪精偉 又 當時的湖漢民 又搞蔣介石 變成了三番四次 汪精偉 都和蔣介石作對 於是 蔣介石 對他來說 一方面 就有 不喜歡 有戒心 並且 日日日時時 都想說 咦喂 你怎麼樣 才可以 不要搞搞震 這個樣子 還有這個人 前科累累 到關鍵事 他都搞我 怎麼能信得過你 有位網友說 現在有人說 汪不是一個漢奸 在YouTube裏面 有一段片 大家可以看 查查他 曾經有人這樣說過 汪精偉 是受蔣介石 占明 去 去求日本仔 這個故事 很多年前都流傳 其實現在 一直 有很多人 去 不是 不只是他 譬如陳廣明的兒子回來 又想為他爸爸平反 汪精偉 這些人 有些人覺得 譬如有些人說 汪精偉 他跟日本人 去 講和 建立一個 偽政權 只不過是保存 中國人的性命 不想跟日本人 正面衝突 打仗 這些事情 事後你說什麼都可以 沒錯 當時究竟 汪精偉的心裡 怎麼想 和歷史 怎麼判斷 當然每個人說 有個不同 不過有一個 有人說 汪精偉 受蔣介石 占明的 但這個 因為蔣介石 本身有寫日記 習慣 在日記 已經解封了 蔣介石 那些日記 寫得很仔細 就不會講假話 他自己 在日本的時候 有沒有去嫖 他都寫了 所以這些事情 如果他真的 受命於 指令 汪精偉 去做 其實是寫了 但這 到今天 是找不到 一言騙語提到這個問題 沒錯 這裏補充少少少 而說 汪精偉 不是漢奸 和汪精偉 平反的 這個論調 其實是在美國 出現的 有一班 留學美國的 中國 現代史的 學者 就是幫汪精偉 平反 他就說 不是喔 汪精偉都主張抗日 汪精偉 其實當時來講 就是希望 可以是一個 所謂曲線救國論 那這裏 其實在現在來講 除了很多資料 慢慢慢慢地 揭露出來 其實有兩點 是可以說明其中的 第一 汪精偉 當時 真是為了個人 的一個名譽 你說他是被日本人騙也好 或者不是被日本人騙也好 那是為了自己個人 而去投入的 第二 所謂曲線救國論 基本上 就不是汪精偉出來的 就是周佛海出來的 就是周佛海說的 而當時周佛海 是遊說汪精偉 去接受 和日本人的議和的 那當時來講 怎樣去判斷他 是不是漢奸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當時來講 日本是向中國 提了一個很不合理的條件 其實剛剛提過了 就是要承認魏滿洲國 如果你接受這個條件的話 這個就是對中華民族 是一個大逆不道的做法 而蔣介石由始至終都沒有接受 但汪精偉是接受了的 所以在這個民族的大義之下 你接受了滿洲國的話 就是魏滿洲國的話 就是等同於出賣民族利益 因為立法國應該不看法 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偽偽政權 那偽政權承認偽政權 這樣也很正常 不是 這件事又可以公平一點 這樣說 其實他在開頭的時候 他跟日本人談的時候 是不同意接受的 但對最後他也接受了 所以這個說明了他的立場不穩 如果網友有興趣 其實可以在圖書館寫一本書 這本書寫得挺好的 就是叫做 《汪逆》 《逆》就是因為逆賊的意思 就是半逆的逆 《汪逆》 《富藝研究》 這本書就是一個 是大陸的學者寫的 但是他裡面寫的資料 是引用了很多來自日本的一些 新發現的資料 所以這本書好像是大家參考 看完之後 你再判斷一下 究竟汪徵衛是否真的一個漢奸 好 說到這裡 汪徵衛最後接受日本的條件 於是在南京 就推出了《橫刀南京王》 是 就是《合法政府》 《重建中華民國》 很搞笑的 當時日本就為了 為了哄斷汪徵衛 你什麼都可以 當時已經好像內蒙古 很多什麼天津 小智政府 全部合併 併了汪徵衛的魏政府 魏政府 魏政府 這些魏政府很厲害 國號不變 國旗不變 什麼都不變的 就是唯一的國旗上面 有整個山形 有一點點不同 基本上 它完全是一樣的 搞到很多人覺得 咦 什麼中華民國 回南京 和《合法政府》一起合作 這個對當時的社會 是有一個衝擊的 是會長 尤其是 當時來講 由於汪徵衛 無論如何都好 是國民黨裡面的副總裁 所以 他離開了重慶 去到 經過雲南 去到河內 發表了 所謂驗殿 勸蔣介石 接受日本 《以和條件》 這個做法之後 令到當時很多人都大失所望 亦都對當時國民黨裡面的 很多元老 都對抗日的信心 是動搖的 後來 汪徵衛 在河內 得到日本人的協助 去到上海 跟日本人再進一步 談和約 在這裏 其實我們不能提日本 對中國的一些看法 也都很了解 其實他很了解 並且知道 其實中國軍隊裡面 有很多派系 例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李中仁就是貴系 所以 日本人就以為 透過汪徵衛 就可以拉攏到 當時在中國裡面的一些軍閥 包括在雲南地方的龍雲 這一個軍閥 可以拉攏到他 是支持日本人 但是這樣 就可以瓦解到 當時重慶政府的勢力 可惜 汪徵衛這個做法 不單止沒有 引起到 中國裡面那個 對抗日的動搖 反之而 受到各方面的指責 這個令到日本 失所預算 最後沒有辦法 終於有達龍鳳搞場 南京政府出來 給王精說他去管 然後又幫他做些軍隊 做些搞事 做些軍隊 當時就在地區上 因為他搞些軍隊 可以作為一個遺設地區的自我 因為實際上日本人 當時在整個中國 兵力了一百萬 對自己本身都很勢力 守著大城市之外 那些農村、鄉村 搞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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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國民政府 其實在軍事上 也有一個調整 調整就是 因為武漢保衛戰 打完之後 其實軍力仍然保存著 保存軍力之後 於是就開始 在戰線上調整 將前線部隊 移後方 然後做一個 優養身色 而因為日本本身來說 日本也要優養 他們無力打 對 他們打到自己沒有癮 這裏我們回應一下 大中國人 這個網友 他就提到一個人 叫做戴粒 他說戴粒一死 一切成米 戴粒這個人 其實是十分之重要的 亦都是當時來說 好像網友所說 這個是一個情報組織的人 軍統局 是的 但是這個人 真的是 是單線的 就是單線聯繫的 除了他 和那些情報人員之外 其實是沒有其他人 知道他們的關係 所以 戴粒一死的時候 有很多所謂情報的網絡 和一些秘密人士 全部都斷了 隨著他撞機 就燃燒暈 不如我們下一集 會不會只講戴粒 戴粒這個很傳奇 就算當年 不是當年 就算日本偷襲珍珠港 在香港的時候 他還是先拿到情報 是他提供給美國人 美國人不信 結果他被人炸得很糟糕 是吧 是抵他 他不相信 中國人那種情報 可以做到這麼厲害 只要你中國人 一向都不行 你給我情報 只要我給你就差不多 但是當時 真的有一個偷襲珍珠港的情報 交給美國 美國不信 就是我們下一集 專… 專講大粒 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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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武漢保衛戰 打了四個半月 中國出了一百一十萬的兵 抵抗日本 都算是 整個八年抗戰裡面 這一場仗都算是 最大的 最大的 損失最多 兵源最多 是 規模也最大 是 好 好了 到這裡第二節都差不多了 是的 我們下一場呢 講完這個國民政府的國民黨軍 我們講一下這個共產黨的百團大戰 好 待會再見